在新竹市东区慈云安对面的庙城 聚集了引颈期盼的民众 为的就是这一场开工典礼 让民众盼望已久的普丁礼集会所 可以早日完工 这个礼民的人口数不断的在增加 虽然现在是五千多位 但是看现在建案纷纷伶林立 很快应该就会超过一万人以上 所以这个普丁礼集会所 是势在必行的一个工作 不过我想这个礼集会所的兴建 一直以来是新竹市政府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项目之一 但最大的一个困难跟问题 往往是用地土地取得的一个问题 我要特别在这里 要感谢我们蒲鼎慈云安 在我们黄主任委员 在带领着我们所有的这个庙里的委员 共同的努力之下 这个捐献了180平的土地 这个市值相当相当的高 那协助新竹市政府 能够来推动这个礼集会所的一个兴建 普丁礼过去的集会所过于老旧 空间不敷使用 有近于此 直营安特别无常提供部分土地 让政府新建集会所 不但满足地方民众的需求 也做了一件公益好事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因为就是说年轻人是说 我们妙散顺务多少 拜托市政府换一些给我们去 所以大家同意 要让政府去 本来是要自己去 自己去妙散 去也没去 那这个是一个二层楼的一个R7构造物 那目前持营安提供的土地的部分 大概有占180平左右 那我们目前使用的地平的部分 新建的大概一百 强行120平 那总共的话 每一层楼大概是在56平到58平左右 那这个部分的话会在明年的8月来顺利完成 那我们大概预定10月左右就可以启用 新建的普丁里集会所占地600平方公尺 是两层楼的R7钢筋混泥土建筑 供期约10个月 届时将成为普丁里民最安全完善的活动空间 满足公众活动需求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